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鬼谷子说 人倒霉前会有四大预兆 看看你有没有 大家都有看过前段时间很火的一句话吧 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 可是有些人认为运气好自然就很开心啊 运气不好谁还能笑得出来 尤其是倒霉的时候 为什么叫做倒霉呢 如果母亲坏事不是在人为的情况下 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了 那你说倒不倒霉呢 可是运气这种事人都不能操控 很多成功的人士在采访中 都会提到自己运气好这回事 在中国的鬼谷子很早就总结了 人在倒霉前会有四种征兆 到底是哪四种征兆呢 鬼谷子说的到底准不准 那么小编今天就带大家总结一下 到底是哪四种征兆吧 我们身边肯定都会出现有这样的人 第一种征兆就是这种人一直都肯邋遢 从来都是懒得收拾家里 懒得收拾自己 或者说从来就不喜欢整理自己 当这种人从外表看起来就非常沮丧的时候 那么他已经对生活对社会失去了信心 外表看起来就很邋遢 或头发也是很久都没洗过 非常油腻 衣服也是穿很久都不换的 给人的感觉特别不好 这种人在以后做事或处事过程中都会发生很多不幸的事 首先仪容都非常不好 邋里邋遢的样子 没运不自觉也就跟着发生了 第二种征兆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人 那样你活着肯定很无趣吧 我们都知道人在追寻一个目标一个梦想的时候 最大的动力就是你喜欢你愿意为此付出 但是这种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人 他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方向 也没有任何动力 整日里混事等死 所以他在生活的时候就是抱着日子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 将就着过日子 就算未来参与一些事交集一些人都没有任何激情 我们可想而知这样没有任何激情任何动力的人 每天的日子肯定特别枯燥 他这样子会让自己在生活中越来越难受 越来越孤僻 这种混吃等死的状态肯定会让美运发生的 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一定要开心 要有动力 越努力 越幸运 第三种就是非常固执的人 这种人高傲之大 不愿听从他人的意见 做任何事总是吊死在一棵树上 当他高傲之大 一心就觉得没人能比得过他 他就是全世界最棒的人 这种人也非常容易惹来美运 因为每天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不愿去沟通 如果日后生活发生一些令他伤心欲绝的事 他就不知道该如何调整自己了 第四种人就是比较平淡 普通的人 整日习惯沉迷于酒色 这种人会越活越猥琐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 没有自律的人 自然就没有什么好生活 好结果 如今在这个社会 我们就要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优秀 生活才会更好 明天才会更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